第一次上First Take很榮幸 因為眾所周知上得First Take的都一定是很有經驗 或者是很有實力的歌手、團體 亦都是很有名的團體 機會參與到這次的project是一個人生的理程碑 知道它是一個比較國際性的 甚至以亞洲來說其實它是一個很有知名度的音樂節目 所以的確以前邀請的很多歌手 其實在每一個國家裏面的歌手都是非常有實力的 所以的確沒有想過會參與這個節目 所以都很期待觀眾、世界各地的觀眾看到之後 給我們的feedback 有! You are Sophie 的群青 本來其實我一直都有留意First Take的這個頻道 但這首歌是一個朋友介紹的一條影片 我第一次踏進去聽的時候 我就馬上覺得很有青春 還有它是說夢想的這首歌 所以那個You are Sophie 本身也很唱得 還有它真的很有青春的感覺 夢想 即是它不停地向前衝那種的感覺 所以我記得我不停地錄這首歌的時候 是在去年我們MIRROR幽團的時候 然後我就不停地錄這首歌 因為這首歌帶了很多正能量給我 那我就每天一起來 就是馬上按進這條連結裡 聽整天的 嗯 我就 但是前一陣子有四個女生 然後 她們真的會走位 然後會跳舞 然後一邊唱一邊跳的一個表演 我覺得很厲害 因為沒有想過 因為我之前一直都有看First Take的表演 但是也沒有想過 原來在First Take可以這樣玩這件事 所以是覺得很新鮮 而且很厲害 因為她們又是又唱又跳得來 而且聲音又很穩定 她們所有的表演 那個能力很大很棒 所以這個是很印象深刻的 我是一隊日本的樂隊叫做呂黃蜂 我記得我第一次看First Take的時候 是彈了這條片出來 那我就故意按進去 然後就覺得她是一隊比較Rock的一隊樂隊 然後就知道裏面這位 其中一位主唱就很厲害了 我一開始還以為是錄好的 或者怎樣都好 但誰知道後來了解First Take這個節目 是真的知道是一take的時候 就知道她們的演唱技巧 真的要很高的水準才可以到這個節目 那個我印象很深刻 因為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很厲害 我看過Harris Stile的最新的男朋友 然後她是帶了一隊BANG上去 然後現場是錄了一些樂器 就是她除了人聲之外 她是錄了一些樂器 都是只可以一聽的 然後很震撼 然後沒有錯過任何事情 然後和音啊 所有事情都很好 其實我幻想過 我們是帶一隊LIFE BANG過去錄音 但是有之一日 希望再有機會 今次這首Rumus的Arrange 都是一個全新的編排 都是比較乾淨一點的 軟一點的 所以我們當中其實用了很多 多和音去支持這件事 因為其實當這首歌本身 12個人唱的時候 其實它是力量很大的 去到我們四個也是第一次去做這件事的時候 所以我們就想了不同的和音去令到這件事更加豐富 因為The First Take也是一個很注重聲音的平台 所以我覺得大家去 過程當中我們都練習了很多次 就是大家坐著上課 然後去想一下這段應該怎樣唱 然後怎樣會令到這件事更加好 那大家去耐心這個表演應該是怎樣的 特別是和音 我想大家練習多了 和緊張一些 就是因為我們平時這首歌 又或者MIRROR的團體 團體比較少唱一些和音的 然後我們通常表演舞台上 都會很大力跳舞 那這次我們特意為了 這個Version的Rumus 練了很多和音 大家都學了很多 和唱了很多 因為我們用一個清澈的Version 在First Take這個平台上呈現的時候 大家的聲音上 我覺得都會有很大的進步 就是練完這個和音的Version之後 他們看我們出來就很得盛 很緊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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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鬆我可以的 這些事情好像 OK的沒事的 我跟他們說放鬆我可以的 他們兩個 是因為 來了 就是他們兩個 是這樣的 我們之前有進去看 但真的不知道環境是怎樣 然後他們就 放鬆 放鬆很輕鬆 很容易 放鬆 但我都覺得 哇 你唱完一首就說正 哈哈 我說沒有提示 有的 我覺得我們唱完第一 Take之後 除了放鬆個人的心情之外 其實可能在一些Tuning的設定 即耳朵 都可以分享一些提示給大家 為什麼呢 因為我對於 因為一來其實我覺得我在團隊裡面 唱歌不算最厲害 所以我覺得自己唱歌的 進步空間更需要多一點 然後 英文歌我又不是很熟悉 因為自己比較少唱英文歌 對於英文的把握不是很高 所以就略顯生眼了一點 而且我在這個群組裡 比較容易有十五 因為我經常唱歌 這是他的缺點 所以就 那個時候 我理不到他的表情 我只希望在一個注重聲音的節目裡面 我希望自己的聲音 拍子 是準確的 就行了 所以就很緊張 但其實我覺得姜濤 他在我們自己演唱的時候 他的能力也很好 是 但是一去到 真的一去到 就硬了 就馬上僵了 大家看到其實他那一刻 其實他可以做得更加好 真的僵了 僵了 其實我們其餘都很緊張 但我們緊張是Inside 就是按內住 按內住在Inside 我的腦裡就在想 下一句的和音我應該怎麼唱呢 或者先找一個音 因為我自己也有很多的和音部分需要配搭 然後就要想一下 阿Lo一搭是不是那個 剛剛這個 一直在唱的時候要搭一搭 然後跟阿Lo 我跟他都有一句 我每次跟他唱的時候就會對望 然後就說yes 成功了 因為我們在每次練習的時候 我們都有對望 所以就習慣了 在第一次拍攝的時候 我們也有做這件事 好像很safe 就是我們那個扭音 那個 Every single night 你 一做到那個 我們就暗淚 暗爽了一下 成功 OK 給大家一個很肯定的眼神 OK 我們這次 這首歌在海外錄 然後 第一次在訪問裡面是有翻譯 他幫我們把廣東話這個語言翻譯 做他們當地的語言 那是幾難忘的 我都等過翻譯是有點辛苦 他連續幫我們翻譯了很多間傳媒 是 但是 是 覺得很隆重的一件事 就是 好像我們第一次MIRROR 帶著廣東的音樂 衝出香港 這樣 嗯 嗯